我们非常开心今天第一场 EKTALKS和首开计划的硬科技沙龙 在我们很复古的1931年的民国小楼开始 举行第一场 EKTALKS在过去几年之内 一直在专注科技行业的思想的分享和新知的传播 那么最近这几年我们一直觉得说 有一些前沿的话题包括元宇宙 内脑 它对我们整个产业 我知道今天现场有很多 我们的现场的听众是来自于视听产业的 我们相信就是我们谈论的前沿技术 对大家在产业的升级 或者说在未来的 这个是有一些新的 我们觉得是有一些启发的作用 那今天我们第一场特别荣幸地请到 我们一刻的投资人 也是特别知名的业内在做新物种投资和创新投资领域的 王立新先生 王立新先生其实他过去 现在目前是在中影博海产业基金总经理就职 但是在过去差不多我印象当中有20年时间 一直生根在金融和创投领域 那么立新总对所有前沿的新物种系列 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见解 在过去的两年之内 立新总跟我们的就是一刻的受众 还有很多全网都在传播 或者分享很多关于数字化 数字孪生 然后也包括元宇宙方向的一些新知 那今天我们希望通过一场对话 来看一看就是在当下和未来元宇宙一些新的趋势 或者在立新总的观察和洞察之下 这个产业会有什么样新的变化 那我们今天可能大概开始开产是这样 就是大家都知道说其实元宇宙 它诞生在1992年 在一场叫雪崩的书里 它首次出现 它是一个平行的虚拟的空间 谁都没有意料到在今天 它会变成一个就是公众 大家觉得非常好奇 而且甚至它出现新的产业增长点 那我们会发现连最知名的美国的一家公司 Facebook也经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叫Meta 那这个词其实就是元宇宙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词汇 那今天对话的第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会很想听一听 对元宇宙的定义有很多种 在立新总看来 就是如果让您来描述什么是元宇宙 您会怎么跟大家来分享您对元宇宙的定义和理解呢 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有一点元宇宙的感觉 我们平时生活的空间都是在工业化的后期 现在这个高楼大厦 对吧 然后这样的一个环境 但是今天走到这个 一个TOKES这个分享的这个环境 这个非常复古 至少我之前从来没有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 那么这个对我来讲现在就是一个元宇宙 所以元宇宙的话 其实最终的是人们的一个梦想 我今天就感觉有点这个元宇宙的这个感觉 那么说回来 我们说元宇宙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去年呢 我们做过一个分享 对元宇宙有一个 我当时提出了一个概念叫那个数字构建 那其实呢 这个元宇宙它就是 这个词它本身是个比喻的用法 元宇宙这个空间 其实它是一个数字空间 就是说用数字这个方式来搭建的一个空间 然后在这里头呢 它还用了一些物理的工具 所以说我们觉得说元宇宙是一个 用数字空间加物理工具加起来的一个东西 那么用元宇宙可以实现什么呢 我们觉得说用元宇宙可以实现一些 凡是在现实世界当中我们不能到达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用元宇宙来实现 比如说我们在那个 我们去旅游 我们要到一个雪山 现在我到不了 那如果我可能用一个设备 我可以找到那个感觉 比如说最近好像是有那个火星车 到了火星车上的 那我想感觉一下说那个火星车 它究竟去怎么去取了一个标本 那这个其实是完全可以通过元宇宙的方式来体会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元宇宙的一个 你刚才问我这个问题 我一下想到的就是这些 那我接下来会有一个好奇的问题 就是比如说像国外的元宇宙的领经的人物 他们曾经谈过说 其实元宇宙是我们在现实和心理世界的一个通道 或者说一个桥梁 那它首先它并不是一个流媒体的视频 它也不是一个聊天的工具 它其实是一个交互石 甚至是说生灵奇境且是实时呈现的 那么刚才你也谈到说就是有很多的场景 它其实当我们不能到雪山的时候 现在其实可以去 这里面大家会觉得它跟心理现实的差别是什么呢 因为假设说我们有VR的设备的时候 其实我们师傅好像也可以穿越过去 那么很多人都很好奇 甚至有一些人觉得它是不是VR 或者说心理现实的另外一个表述方式 很多时候会有一些迷思 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什么样 这个里头呢就是说因为有很多概念 我们一开始是看到有这个VR的概念 后来又有AR 然后后来又有这个MR 然后再后来又把这个统称为X2 对吧 那这个里头呢实际上就是说 元宇宙它是在有不同的这个层次的 就是VR的话呢 它是实现了一个就是说 就现在有了个数字空间了 你到里头可能通过视觉的 你可以感觉到生灵奇境 有这种沉浸感了 那么呢通过AR呢再增加了一些这个物理的这个工具 和再加上跟现实世界的结合 它其实是把这个沉浸感又增强了 那么如果说在这个里头再加一些那个 更多的一些一些一些那个物理的工具 那就是可能我们就越来越接近现实 如果说归拉起来讲呢 我觉得就是牛线的概念很多 我觉得可以要这么来理解 就是我们实际上这个元宇宙 它不是突然跳出来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 我们看书本 我们看一个图画 我们是在一个平面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电影 那我们没有沉浸感 我们进不去 就是说元宇宙就是说 我们在看一个东西 但是我感觉就在现场 那么这个就是元宇宙 所以它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就是元宇宙 那你在多大能够到有现场感 这个又不是说绝对的有现场感 和非绝对的 那你可以有那个有层次的 对吧 你在你比如说首先 你感觉到在现场 你能感觉到这个空间 你是在现场 这是一种 到了空间 你能不能够感觉到 如果那个里头的图像在运动 那你如果也在现场 你能不能有运动感 你能不能有重力感 你能不能有触感 所以就是现在的这个五感 他们一般把 就是说现在做元宇宙里头 就是说一个数字空间 然后再加这个五感 那五感的话就是说 就是眼耳鼻舌 身体是触感 那这个前四感呢 比较简单 眼睛就是看 对吧 你视觉的东西 耳朵就是听 然后这个鼻子呢 就是闻 这个舌头呢 就是去尝 但是触感呢 就比较多了 触感的话就是说 你有摸的这个触感 对吧 这个摸到不同的 这个东西的表面 然后呢 还有你的身体 可以体会到这个惯性 还有这个重力 对吧 还有比如说 有下雨 这些那你能够感觉到 能不能制造这样的一些感觉 那我们现在 作为元宇宙的话 是不可能一下 把这个五感都做全的 那非常非常多 也许我觉得三十年 也不可能全做全 所以说元宇宙的概念 就在这里头 它有不同的层次 比如说 你现在有了那个 刚才说的第一个层次 可能是说有了视觉 视觉的话 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视觉要达到 就是说 你在这个里头 你看到前头 你还看到你的周围 都是在那个现场 这个视觉 然后接下来你加了声音 你会发现沉浸感很强了 那如果这里头你能够 你觉得是到了一片草地 如果在那儿 你能够闻到花的这个香 对吧 能不能有一个 给你制造这个 那你的沉浸感就会更强 所以说这样 它是不断地延伸下去的 就是我们把元宇宙 要理解成那个 不同的层次 这个里头 我想再补充一两句 就是说 这个 现在大家都是在谈 这个元宇宙 好像我们怎么就实现 元宇宙了 其实元宇宙它是这样的 我们在往中间走的时候 要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需要什么 就元宇宙不是说 我们不需要元宇宙 这个状态的时候 我也要去搞这个元宇宙 是不需要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 我能做到什么 所以说就是我们 可能有一个焦虑 就是说老师问 什么是元宇宙 其实所有这些都是元宇宙 但是就是说 你需要的是什么 你能做到什么 那我们要去做元宇宙的时候 首先就是说 我们要做有需要的 要想这个场景 就讲这个 现在这个科技 你在应用的时候 都要有这个场景 所以要问的需求 还有一个就是说 问你能做到什么 那这样的话 就会衍生出 很多的元宇宙来 那我接着您的问题 就您刚才谈了 关于整个元宇宙 现在最关键的两个 你需要什么 你要做什么 那么就这个问题来说 就是说你要做什么 那我们相信元宇宙 现在处于一个 初步的起步阶段的时候 那么它一定是百花其范 甚至大家都是在 在做一个试错 那作为投资人 我相信您一定看过 很有意思的 或者说还在试验阶段的 甚至已经开始在做一些 尝试的元宇宙的项目 那您能够我们分享几个 就是比如说 您看到的 现在元宇宙里面 比较有意思的应用场景 或者就是说 它在做什么 就这一块 能不能给我们 挤几个例子 我们可以在现场分享一下 好的 元宇宙呢 我是从五年前就开始看 其实一直就 那个时候是 VR稍微有点低谷的时候 但是我是觉得 感觉就是我们体验了之后 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前途 那看了一些公司 那这几年呢 也陆续在看 那么这个做元宇宙呢 就原来有用这个 虚拟现实 用来做家装的呀 有些是用那个 虚拟现实来做部展 还有用虚拟现实 比如说给那个石油的 那个工人去做培训的 这个他 做培训这个 就比如说 石油的这个 这个钻井工人 如果他要去 调一个管子的时候 那这些工人要培训 那如果你要培训一万个 那你要 现实当中 你要去把那些设备 那个设备很贵 又占空间 然后你放在那 你要去培训它 一波一波的 这个是那个 你如果只布置了一个场景 你想几万个工人 那你那个 一年你都 你都培训不下来 你没办法同时培训 如果你要弄很多个场景 那这个东西就特别贵了 所以呢 那V2它就实现了一个 比如说他们有公司做了一个 这就是做了一款产品 就是说 做了一个 我把那个管子 整个这个场景做在那 然后让人戴着这个眼镜去 去体验 那这个时候就同时 可以培训很多的工人 我们也去试验过 那样的培训 它是有效的 因为你相当于看到了 在那个 你真正到了 有管子的人 它就是那个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 还有的比如说 他们要做那个 用那个V2的方式来模拟 这个造车 以前的话 你要造车 那你的那个车 先造出一个模型 那你造了一个模型很贵 可能你要一个亿 打造一个模型 对吧 那现在的话 它可以用V2的形式来模拟 再加上 如果这个V2里头 用的工具够多 它就是非常贴近那个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 你就比较容易做决策了 你想 这个里头补充一句 你比如说你要造车 你原来做了 为什么要做模型呢 如果你光是工程是在来描述 那董事会的成员 他怎么去决策 他没法想象 所以你一定要做出一个模型 那这就很贵 对吧 那现在的话 你做成V2的形式 你可以让这些董事会成员 就在那个上台去体会一下 说 感觉这个车的空间设计成这样 这个就可以了 那好 这省了很多的钱 所以有一些公司 在五年前 就有些公司 它就做这样的 包括还有做楼盘 引导去 去给那个 把那个楼盘 对吧 你想你要是做一个样板房 那么那个样板房 你只能做一个 一个样板房 你装修很多 那这个东西也对 房间公司也很贵 所以他们都很有积极性 做这个V2的这种 这个以前有这样做的 这几年呢 我们看了一些什么呢 就是说 现在有一些做 它的那个V2 它加了一些五感的这个东西 来结合 包括在底下那个走路的 这些定位的 加了很多这些之后 他们有很多做了线下的 有一些去那个 搞了一些线下体验店 也可以卖票 也可以挣钱 还有一些呢 是准备呢 做一些大的工程 就是说 包括利用那个 像利用手钢的 原来的那个 那个高炉啊 还有那个 利用一些 一些场地啊 弄来做那个 他们设计一种 大空间的 这个虚拟现实的 这个空间 来就是 做的更重度的 一个体验 就是这样的 还有搞虚拟人的 虚拟人 有虚拟人 现在不是有虚拟人 卖货吗 其实他也是属于 这个当中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 所以我们 看了一些 这样的一些公司 那在这个里头呢 就是 看到这些公司呢 实际上我们感觉 技术在逐渐地成熟 但是真正落后的 现在不是技术 技术肯定还要完善 但是真正落后 不是技术 而是说 用这个技术 就刚才说的 你需要满足人的什么 就是他需要什么 现在很多的 这个 元宇宙的这种 技术团队 他想的 可能想的比较少 就是说 在这个说 我究竟拿这个东西 做什么 在这方面 它是一个挑战 这不光是在元宇宙 我们在做机器人的时候 也会这样 在做那个 你比如说 在做无人驾驶车的时候 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谁会需要它 对对对 我们到底用它做什么 那下一个问题 也就是 谁会需要它 就是 在早几年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们会发现业界 特别爱说一个词 叫互联网家 那从去年开始 我们发现 我们不在谈互联网家 我们都在谈元宇宙家 好像是否元宇宙 能够跟所有行业 都能够加起来 或者做一个称号 那其实比如说 您从事的行业是金融 那在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 其实新华社直属的机构 它是发过一个 金融元宇宙研究的白皮书 当时明确提出来是说 那一定要用金融元宇宙 打开一个新的版图 那这个版图 包括保险家元宇宙 包括银行家元宇宙 就您所熟悉的行业的 这个属于说 一种行业应用 那么像这样 从互联网家到元宇宙家 就是我们回到一个问题 就是谁需要它 在做行业落地的时候 我们如何才能够 真的是说 达到我们想预期的元宇宙家 它是不是为产业 真的在赋能 它的升级 能够让这个产业 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可能 像刚才分享的例子 是用您熟悉的金融 那在您看来 就是元宇宙 它如何能够 在产业升级当中的赋能 具体到像您熟悉的金融行业 它会出现什么变化 或者是您可以再分享一个 您理解当中 这个行业 如果有这个元宇宙的翅膀 它又会产生新的变量 或者说产生一些产业上的 新的这个资料市场 那这一块 我们想听一下您的想法和洞察 实际上 刚才您提的这个问题 就是金融 就是所有行业 都会要用到这个元宇宙的 我觉得这个抽象的谈论 可能是不太好理解的 但是我觉得可以举例子 就是说刚才讲了 就是说所有元宇宙就是什么 所有你不能到达的地方 但因为你有希望在现场 你不能到达 这都可以用元宇宙来实现 那么哪些有这样的需要呢 我们先不说金融 其实我觉得金融 还短时间来讲 还不是刚需 对元宇宙 就是因为为啥呢 因为金融呢 这里头主要是那个数字 那么数字的东西 现在在用互联网这个方式 来传递这个数字 就已经对金融是一个很大的跳跃 那元宇宙来了 也会需要 有的可能就是说 你比如说你跟理财 通过元宇宙的方式来接线 那可能更直观一点 有的人就要理解这个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不是很强的一个刚需 但是元宇宙在别的很多的行业 就是说 为啥呢 因为金融本身也是个虚拟产业 它没有具象的东西 它是个数字的 所以说 而元宇宙呢 更刚需的是在一些具象的领域 那其实很多行业都是具象的 比如说 我们说教育 我们举个例子 教育需不需要元宇宙呢 那你比如说我们学科本 学语文 数学 地理 物理 那其实有很多东西 比如说 你讲这个 讲一个分子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在进入戴上VR眼睛 你能看到它 如果讲一个九大行星 你能够直接带着那个看着 那不是那个 就印象就很深了 你不用说下次你再考它 它就忘了 因为它没见过 你高它九大行星 哪个距离离多远 哪个在什么位置 对吧 你不如让它戴上VR眼睛 你看一下 对吧 那就很具体了 对吧 然后我们讲语文的时候 说有个诗人写了一个诗 对吧 欲穷千里目 跟上一层楼 它是什么地方啊 那如果你是在 这个元宇宙形式 他讲这个诗的时候 你能够带着进去 那这个学生不就更好理解了吗 可能他马上也能够产生个灵感 我觉得在这个场景 我还能写出一首诗来 对吧 去合原来的那首诗 对吧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反而是 元宇宙我认为在教育方面 应该可以先用起来 因为教育方面的元宇宙 它还并不需要 沉浸感那么强 对吧 有视觉有听觉 那个五感的有一点点就OK了 它并不是像别的 要需要很强的这个沉浸感 所以这个教育的是这样 那么今天现场有很多 其实是来自于影像视听行业的 这个我们的朋友们 那您觉得在影像视听行业 或者我们说叫大文艺行业 那么元宇宙它又会有什么 带来新的变化 您预测的 或者您观察到的是什么呢 在那个 大家会觉得因为 因为元宇宙可能首先最热的 还是在那个游戏这块 一热起来的 所以现在有的有分类 都是把元宇宙分成两块 说把甚至把游戏单独那一块 就说认为说 你要进到里头 你带着这个设备 你进到里头 能够有输有赢的 这就是游戏 进去了没输没赢的这个世界了 就是元宇宙 我倒是觉得呢 就是说元宇宙呢 其实那个游戏的这个 有数元也是属于 这个里头的一部分 那么呢 大家可能感觉到说 除了游戏之外了 可能就是文艺的这块 对吧 这个娱乐性的这块 可能是很大的 所以说做文艺的 大家也在想这里头 就是我想可能 一部分人也会比较焦虑 对吧 现在这个技术来了 我会不会赶不上 就是说元宇宙 怎么去替代原来的方式 我个人理解就是说 这个元宇宙这个技术 它出来之后 我觉得还是渐进的 还是不断的一个 从传统的这个 娱乐形式上的去加 Plus这个方式 可能是一个更主流的 有的 有的那个原来的 可能是替代 但是我觉得 更主要的是去加 所以说以这个概念的话 不是说我 明天我就全去做一个 元宇宙的东西 来替代那个了 我们会发现说 过去几年 可能很多人就在想 我做元宇宙 做VRR的东西 来替代那个 最后你会发现 它只是有一个新鲜感 对吧 并不能持久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 从这个技术啊 这些方面都还需要激电 它并不能 它那个体验是很新鲜的 但是它并不能持久 还不能完全去替代 那我们说 用元来的来加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电影院 就会发现电影院 从这个原来的平面电影 到后来的那个 那个3D的 它就是在 往元宇宙方向走 然后再加上那个 那个4D 5D影院 对吧 里头还能震动 这个就已经在 往元宇宙方向走了 我觉得以后 还会往那方向走 可能将来就是说 这个电影院里头 它有可能直接到 那个该挂风的时候 直接就给你风 就吹起来了 对吧 然后那个 直接就给你雨 就飘过来了 直接那个温度 如果有一个 足够搞得好的空调 我们正好 比如说我们看长津湖 对吧 正好零下20度 我可以让这里头的温度 在未来三分钟之内 一下给它降到20度 让你去体会一下 那些士兵在那儿的 那个感觉 对吧 这是一种 另外的话呢 甚至在某个地方 我中间的 这个有120分钟 我中间有5分钟 就是那个深度的 我让你要真正 体会到他们 在那个战场上的 那个危险程度 有5分钟 就是大家 就把那个设备带起来 然后这个5分钟 你是带着这个演技的 你就走到这个场景里头了 但是是不是适合说 120分钟 我全做成那个呢 我觉得这个里头 未来也可能是的 但是目前来讲 可能要导演这样的电影 这个视角啊 包括技术啊 成本啊 我认为都是问题 对吧 就是说 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是家 包括就是说 在别的场景 都是家 就是说那个 原来的 原来的传统的形式 还应该是 从量上来讲 也还是占绝大多数的 这个就好比说 你有了电影之后 原来的你看戏 你还得看 对吧 这个 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就是说 你有了这个听歌的 这个东西 就是说 那你原来的 那个演唱会 你还得去 所以我觉得 它不是一个 完全替代的 那您刚才说的 很多场景 让我想到 今年在北京 比较火的一个项目 就是飞越中国 那么它可能会通过 一段很短的短片 大概不到十分钟 然后把中国的 就是祖国的美景 全部集合起来 那么当它坐在 这个动感的 就是椅子上之后呢 就像您说的 它可能产生了一些 这个极致的触感的体验 比如说就像您说 但当我们飞越 喜马拉雅山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温度会觉得 真的损失 到了零下左右 那么当我们到海底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可能会有海水 建上来 就是内似这样的 其实您觉得 这已经是在 当下 从技术的角度 和应用的角度 已经是一个 就是所谓元宇宙 在文艺产业上 很典型的应用 就是内似这样的 我们现在说 就是刚才你说的 这个飞越中国 这个就是 实际上 首先可能这一块 有两个方面 就这个 这个刚才你提到的 这个就是一个呢 包括旅游 对吧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世界上 我们都愿意出去旅游 但是你会发现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世界上有很多好地方 你这人一辈子 例如说你跑1% 你都跑不了 那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是可以用 带上这个设备 去飞的方式 那就是很多地方的旅游点 我都可以去一下 去了之后呢 我再决定 哪个是说 我真的需要去现场的 对吧 我就不会盲目的了 我就可以选当中 可能全世界 真正自己选出说 有一百个 我必去的地方 但是我可以带上这个设备 我可以浏览几千个 对吧 那这个就是说 就一个在线旅游 有一个元宇宙旅游的 这个概念 对吧 可以做这个东西 然后呢 当然这个里头 可以把这个东西 弄上一些 就是你可以把它 编成加上娱乐的元素 那它就成了 就是有文艺的东西了 这里头 你可以把这个里头 再虚拟一些东西 加上故事的成分 它就成了娱乐了 OK 理解 那刚才我们谈论 《岩宇宙》的时候 都会发现说 其实《岩宇宙》 是一个技术场景 非常需要技术支持的 这样一个新的 我觉得产业的方向 那么技术意义上的 元宇宙 它可能会包含有 内容系统 也会包含有 显示系统 甚至还有 区块链的系统 甚至还有它的 比如说现在 已经超越3D的屏幕 它都扩展 那么 未来可能还会在移动时代之后 进入到全新时代以后 它也会有一些新的不同 那在您看来 就是每次我们说 有一个重大的产业变革的时候 它都会有一个 叫做制约它的技术 或者说当它穿越 这个技术的瓶颈之后 它会达到 就是它该有的量级 那在您看来 就是在元宇宙 从技术意义上来想 或者我们从技术意义上来观察 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技术 是帮助元宇宙 在未来 进行一个大的突破 或者说什么样的技术 在今天 或者一个或者两个 或者还有很多个 它可能会制约了 元宇宙的发展 比如说我们知道说 元宇宙 其实它真的要达到 我们理想的状态的话 它会依赖很多 精密的一切 这个可能是您觉得 就是在您定义里面 可能是一些物理的专制 或者是设备 那么也包含一些 高精的定位地图 这些产业 其实到目前来说 似乎它们还没有完整的发展 或者说达到最充沛的阶段 那所以我们想 从您的角度听一下 什么样的技术 能让元宇宙有重大的突破 或者什么样的技术 现在正在制约它 从单点的技术来讲 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 我觉得大部分的技术 其实现在都可以实现了 那个就是刚才说的那几种 其实就是这个五感 五感这个里头 你看眼睛看了 这都耳朵听的 那个文和长 这些可能都能够实现 像触感啊 这个惯性的体验 还有重力的这些 现在都可以实现 那么最关键的是成本 这个成本里头呢 就是因为你要大规模地普及 那要成本 要编辑成本特别低才行 现在是在这个降低成本方面 那在这个里头呢 我们首先看到的 还是其实这里头最重要的 第一个还是视觉 视觉的问题呢 现在是显示设备 到这个传输到计算 现在都有问题 就是说你要达到 它这么重度的这个信息量 你要达到就是特别快速的 没有食言的这个传输 然后设备要足够轻 这种计算 计算芯片 这些都是需要改进 而在这个方面的改进呢 应该说相对的速度会比较快 也是给人的这个体验 改进最多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 未来几年 可能最大的改进 还是在这个视觉 这块上头的 就是这个的就是 相应的计算 还包括 包括这个摄像头啊 这方面的这个采集 这个人工智能 他要转化嘛 把那个转化成这个VRAR的这个形式 这方面都需要大量的计算 所以这个 这个我们觉得是 未来几年 可能在这个 也会改进的最快的 也是给大家体验最好的 其他的一些物理的东西会 分别都会 不断地在跟进 但是主要它要结合 要几个结合 技术要结合起来 就是你的那个物理的东西 要能够在数字上 要能够传递过去 还是比较 那个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那从您分享的这个角度 我们会再进一步来探讨一个 就是您刚才也谈到说 当我们要实现这个结果的时候 它对算力的要求是非常依赖的 那么据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自己也看过 很多元宇宙的这个平台 或者说元宇宙的一些体验的场景 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它制约一算力的情况 是很严重的 那么很多在渲染的时候 就比如说我曾经体验过 一个元宇宙的场景 那么当我在手机上运行的时候 即使是他们创始人用了一个 超过两万以上的手机 算是高端手机了 它在整个要完整运营到渲染 到它想要的程度的时候 当它进度跑到80%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的手机已经热到不行了 那这里面其实我们推导出来的一个状况 是那么现在的算力 引擎的算力 其实跟硬件的设备 它是不匹配的 有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这块其实我不太专业 那么第二个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在整个算力的支撑上 对它的引擎的渲染程度 或者其他它是一个特别大的制约 那么很多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都发现 当你要效果的时候 你的算力就上不来 当你要算力的时候 你的效果又出不来 那么对算力这块和它实现的效果 也就是所谓的渲染效果 从您看过的很多 因为我们觉得 其实原理就是一个生态力 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它在未来 算力这一块又会有什么样的突破 或者你觉得会有一些什么样 就是在所谓效果和算力之间 能达到什么样的平衡 我觉得最后就是说 这个还是一个消耗 就现在这个芯片呢 还是在不断地在改进 但是现在就是说 你如果不计成本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做到 很好的渲染和快速的 它的传输 这都可以做到 但是因为你还耗很多的能源 我觉得最终来讲 可能到最后 实际上是需要有大量的能源 就是说现在我们将来 未来发的电 也许就是说一大部分 用来在计算这个元宇宙了 就它这一块 所以你现在来讲呢 我们现在说的体验不够好 是说我就用这么一两颗芯片 然后我就在通这么多电的情况下 对吧 那你说我现在要通很多的电量 然后用很多的芯片放在一起 但是那个就完全不经济了 不是说可以消费可以用的了 所以说那在这个情况下 但是在这块它的成本 是不断地在降的 那由于这个就是元宇宙这个形式 它的数据量太大 所以在这个上头的 我们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要想跑到像上手机的那样去跑 那可能还得有一段的距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元宇宙它的应用 应该是说在某一些场景 我们刚才说用plus的形式 因为有一些特别需要元宇宙的这个形式地方 那我用这个方式去做 那是可以的 是比较经济的 那我们在这里就是会有三个问题 其实这三个问题有可能是 有两个是来自于我们现场的 今天它报名了 但来不了 特别跟我们留言的这个拥护 其中一个问题是来自于说 这位我们的就是朋友 他其实是从事内容行业的 那么他其实本来今天想来跟您探讨一个问题 很多人都觉得说 元宇宙是一个蛮偏技术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大家都定义说技术意义上的元宇宙 它就是一个元宇宙 那么其实从事内容行业的人 大家都会觉得说 在这个时代我们会有很多困惑 就是内容它怎么跟我们新的技术去做融合呢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位朋友 他曾经就说 他的投资生直接跟他说 你可以不用干了 技术上就行了 但是当我们再把现在有的元宇宙平台 我们再打开看的时候 我们发现如果只有疫情技术的人员 那么这个元宇宙我们打开看什么呢 到底什么样的内容 才是元宇宙场景里面 公众比较受欢迎的 内容产业未来在这个生态链里 它承担的角色 或者说它应该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这可能是这位朋友特别想好奇问到的一个 这个就是先前提到的 就是说这个技术是拿来干什么 技术本身没有方向 这个方向的话只是存在于 就是说这个哲学啊 人性啊历史这个里头 所以说那个 那这个技术团队的话 它这里头也要搭配一些 就是说这个要能够了解需求的 刚才我们讲 不然的话你不知道做什么 就是说我们就说这个科技团队面临的共同问题 那所以说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做元宇宙的这个团队 它一定要我们前头看了一些项目没有没有敢投资 也是这个原因 主要不是说它技术不好 而是觉得说好像他们也没想明白 我究竟要做成什么样满足那个人的比较持续的需求 不是因为现在元宇宙有的做出来说 你看看我做这个东西有一个新鲜感 大家都想体验一下 这个但这不是真正的需求 就是说那个我带上这个东西 我想去我想体验两次三次 可能在那个体验一下 我觉得这个不是真正的需求 过一段热度过了 那就又下来了 那你要这个东西能够持续地让人家有这个需求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刚才就是说你说这个问题 就是说那个元宇宙我觉得它要 技术团队首先要研究 就是说我做的 这个其实跟我们做别的技术的时候是一样的 就是说产品经历 它要有产品经历 这产品经历要去研究一些新的东西 这个新的东西呢 这里头还有一个比较 我觉得比较诡异的 我们有时候会说 我们想这个需求在哪里 怎么来做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想说 那手机原来那个形态 它是这样的 可能就应该是手机那样去做 比如说有的人就会想 在手机那个 那我就是按照手机的话 可能就有人去做操作系统 对吧 做完我里头是不是有APP 是不是也有这个 这个里头的各种的应用 现在是想的 但是原语之后 未来会不会是这个形式呢 这样的形式的话 可能有的人就去做一个 原语之后的操作系统 比如现在有人在试图这样做 其实这个Facebook 它改成那个 它就是要做这么一个东西 那美国还有一个公司 叫Unit 已经上市的 现在它也是做这样一个东西 中国有一个公司 好像叫厦门的一个公司 叫什么 我现在说不上它的名字了 也是在做这个 那还有一些公司 可能就在想着 我在这里头做内容 我将来是不是 就发布一款那个APP 我就做某一个东西 再这样去想 那未来会不会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有可能是这样的 但也有可能不是这样的 就是不能陷入定识里头 就是我们想想 为什么它有可能不是这个生态呢 你想在 我们在手机之前 那我们是在那个PC时代 PC时代你会发现里头 就是一个Windows 然后还有一些 那个那里头的别的应用就很少 在PC时代之前 那是那个小星期大星期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公司 它是什么都做的 它甚至软件都没独立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到了这个 源于者这个平台 比如说我们说到了 那个穿戴设备 其实到了这个时代 是一个穿戴设备的时代 到了穿戴设备的时代 是怎么去做 是不是有一个操作系统 大家都在上头来那个什么 弄一些插件 现在是很多是这样一个思路 那我是觉得是 有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大家要去观察 按照这个去找自己的定位 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产品 给谁用 我做的这个产品 是不是说我想想是不是有这个 比如说旅游的这方面的 有这需求的人 他会来用我的这个东西 还是说比如说教育的 他可以用我这个东西 还是说医疗的 那如果说有教育的要用 还是说这个家长要用 孩子要用 还是说学校要用 对吧 你要把这个场景给它想好了 然后在这里头呢 我是需要用这个 源于者方式去做的 我用这个 我还有一部分 可能80%的 我在这个里头 我不需要用源于者 因为源于者的方式 可能会成本比较高 你能不能结合啊 到这个地方 对吧 那你做一个这个东西 那不就很容易吗 对吧 比如说我们就想 刚刚我说的教育 我举这个例子 因为这次做这个分享 我也想了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比如说教育里头 那你我们刚才说 要讲一首诗 那你是不是一直就是 带着这个源于者 这个东西去 去讲这首诗 带着 你毕竟现在是要穿戴的设备 因为我们现在能够 看 现在可见 现在的技术 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说 一个不用穿戴设备的 这个源于者 那穿戴设备的话 那可能不是那么舒服 长时间的 那么你是不是 就是说 你在讲这首诗的时候 要45分钟 你都是用那个 源于者的形式呢 你能不能说 那跟传统的结合 我还是在那个 去正常的讲 或者那个 然后到那个地方 你要看见 你用源于者的方式 去体验啊 这样去结合 那你其实还不用做那么多 但是你这个产品 你的成本还低 因为你只做了三分钟 但是你达到了一个 四十分钟的 五分钟的效果 那我觉得这个里头 就是对这个技术团队 就都是大家要 未来要去想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可能最后还是会回到 现在产业最热门的 一个话题 就是科技怎么 跟文化融合 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 跨界融合 是一个思路 那刚才在您谈的里面 你也谈到像 Meta 也就是过去的 Facebook也好 Unity也好 他们其实算是 底层的平台型公司 那么再往上走 可能就是一些 Application的 应用级公司 那么在这里面 您也谈到 就是有这个芯片 那我们会问一个 非常好奇的问题 就是据我现在看到 很多公司 中国国内元宇宙的 这个应用场景里面 或者他们的运用里面 其实大部分用的是 Unity的这个引擎 或者是它的技术 那么目前我并没有看到 说有用国内的技术 在就是我们来 Operation我们 整个元宇宙的场景的 那您觉得就是在 这个所谓 我们回到一个命题 就是这个元宇宙里面的 芯片也好 或者底层的技术也好 现在国内的 这个技术的储备也好 或者是国内 现在有没有出 解决方案的公司 这个可能也是 我们有观众 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 应该还是有的 国内在这方面的创业 其实还是很活跃的 就是我们刚刚讲 就这几年 不管说元宇宙热和冷 其实在这方面 创业的公司 不断地在引现出来 都在做各种的 就是刚才讲到的 这个元宇宙去做音乐 或者他做超级 刚才我讲 就是说也有 那个公司可能叫Caucas 就是也是 可能还有别的公司 我们没有注意到的 就这些也都获得了 这个投资人的投资 那个在做这方面的 最近还有 还有那个公司 还在好像在香港上市 我前两天看到 就是叫飞天云 那个 飞天云洞 飞天云洞 对吧 那个这个 你就会看到 就是而且他 在现在发股 它是一家游戏公司 现在发股 非常难的情况下 但是他的那个 还是认购 初步 这个公司可能还没有 还没有发现 还没有挂牌 但是好像还是可以的 我看到的这个情况 那就是说明 大家对元宇宙 就是说从元宇宙的创业 现在还是比较活跃 然后投资人还是比较 那个 那个一级市场投资人 还是在 在比较积极地看 然后二级市场 还是买账的 那同时呢 就是说 我们也在看看 说做元宇宙的这些公司 他们的那个 业绩情况 其实这个业绩情况呢 你可以说 有的公司业绩情况 也不是那么好 不是那么好 其实并不是怪他说 这个元宇宙这个东西不好 而是说 你比如你用元宇宙来做广告 那现在这个经济形势不好 你用元宇宙形势 用什么形式来做 那他的业绩都不好 这个并不是说 元宇宙这个工具不好 对吧 那如果用元宇宙 他做游戏的 为什么就好 对吧 因为游戏 它是在创造需求 对吧 游戏在创造需求 你做得足够好 他就有人买账 所以说 如果现在 如果那个 现在有创业团队 能够用这个 元宇宙的这个技术 你能够去做一些 两个思路 一个是说 现在用这个技术 我去赋能原来的需求 去替代原来的需求 我用新的元宇宙方式去做 这是一个 就刚才说的 在各个行业的医疗教育 各个我去做 还有一种是说 我能不能用元宇宙 去创造一个需求 我们会发现 这种的话 就是说 就像以前的 在线游戏 它就创造了一个需求 对吧 那如果你 你能够创造一个需求 那OK 那这种公司 我们就觉得 就是说 这个会 更有下去 经济周期 对你的影响不大 那您刚才也谈到 经济周期 也谈到说 现在就是说 整个 比如说 像谈到广告 广告这几年 因为经济的缩减 它会对非干系的产品 就是应用 会有一些缩减 预算的情况 那么 其实这里面也是 很多人很好奇的一个事 我们知道 去年的时候 元宇宙算元年 那么元年的时候 大家炒的是非常火的 就是 据我们一刻的感受是 当我们在去年的 Q4 第四字记录的时候 几乎每一家公司 我们的客户都在说 他们年底要办一场 元宇宙的大会 无一例外 但是今年开始 我们发现 它回归了 就是好像 很多公司 他们甚至直接说 师傅元宇宙是个噱头 师傅元宇宙是一个 被过度炒作的概念 那业界也有一种说法 是说 今年师傅元宇宙 整个热度是下来了 当然我们说 从公众的角度 看到的热度和整个产业 它的状态 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那站在投资人的角度 您是怎么来看 这个 就是目前这个想法 就是它到底 元宇宙是 过去是过度的升温了 现在进入到正常状态呢 还是说 它真的开始有一些冷 或者说晚下降的状况 我觉得对业外来讲 可能存在就是说 过度升温和降温的情况 从业内来看 我认为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就是说 现在其实依然是 还是比较热的 而且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 这几年 实际就是说 元宇宙这个产业 在那个 它的这个 这个产业链 从 这几年其实都在 中国可能是在 50%以上的 这个增速 那在国外的话 也至少在30%以上 这里头呢 元宇宙的 这个不同的产业链 有的可能增长快一点 也增长慢一点 但是增长率 都还是比较高的 预测的增长率 也比较高 未来就是说 它的这个产业规模 那个数我记不住了 但是就是说 这个增长率 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 如果说相对于五年前 那这儿的VRL 冷了一下 那现在 比如今年 因为去年谈的太多了嘛 后来大家都要搞 就元宇宙的这种 就刚刚你说的 那种大会 那这个就是刚才讲的 如果你用完全元宇宙的方式 去实现那个东西 那做一个新鲜 是可以的 但是 真正它的那个体验 它可能如果是我们 能用线下的这种 分享方式 那还是要比那个要好的 它不是说 那个你就完全 用那个去替代了 那个元宇宙的一些 元素可以用 那我刚才您也谈到一个 就是 谈到三个字 产业链 产业链 其实大家现在都在说 当我们要 就是做一个新的产业的时候 产业的生态 布局是相当关键的 那么 元宇宙的整条产业 或者叫它的 生态布局链里面 您在您看 它会有几部分构成 那么 这些产业链里 到底什么 是就是说 现在发展 应该说是比较具备一些 就是 产景 或者实际应用上 比较好的 比如说 看起来 数字人 是其中一个环节 是不是还有其他 就是这条产业链 完整的 它长成 什么样 或者它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您能向我们 描述一下吗 现在这个产业链里头 就是 因为它首先 我们刚才说 这个元宇宙就是 由那个空间 和这个物理工具 来构成的 空间是 它是用数字的方式 来搭建的 它是一个软的 所以说 这是软的方面 那物理工具呢 是有些要有一些 硬件的配套 包括你的穿戴设备 包括你的可能 在某些特定场景的 你放的一些东西 它能够给你 产生的这个物理效果 那所以它有 这两部分构成 那所以说 在这个产业链上头呢 也是有软的和硬的 这个软的和硬的 还有在这上头 产生的内容 内容和服务 这个 实际上在这一点上来讲呢 它跟我们的 这个手机的生态链 没什么差别 那么所以说 就是元宇宙的这块呢 就是软的来讲呢 它就说 你比如说这里头 有一些区块链的技术 对吧 就要用区块链技术来做的 说说那个 在这个 因为元宇宙里头 它都是虚拟的嘛 要用区块链技术来做的 说这个里头 不可围造啊 不可什么 那个对吧 要做到微信 然后这个 还有就是人工智能技术 对吧 要做到把这些数据 要做到快速的去转换 其实人工智能 就是说 要做到一个快速计算和转换 这些是那个软的一些技术 那么还有那个 当然这个软的里头 也还有就是计算 计算的架构 那我们的计算架构 原来是从最早 就是说 从最早计算数字 到为了说 后来要计算文字 再到后来 说计算图片 再到后来计算视频 直播 然后它的这个计算结构 这个架构 它也要不断地变 那现在就是说 这些芯片公司 它也要 你原来用通用的来做 这个可能效率不高 那是不是可以搭建一些 放一些模块 就是说来直接 针对这个 元宇宙的这种计算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这块当然芯片 它也分软的和硬的了 这个硬的里头 也有材料的东西 这是芯片的一个东西 那另外呢 硬的东西里头 还包括什么呢 就是说 我觉得有几个 就是这里头的 一些感应设备 就是感应设备 那你现在 就是所谓 比如说我们说 现在造 元宇宙的江 可能现在也有人 在造一个椅子 对吧 比如这个椅子 我知道我就能够 体现 如果戴上这个眼睛 有飞啊 有什么上下的感觉的时候 我坐在椅子上 我能不能就是 体验到这个重力和惯性 这些东西 甚至说 它还能再 再喷出一点雾的 这些东西 都在这里头 一把椅子就实现了 现在肯定有很多 创业公司在做这个 那我觉得呢 就是说你现在 要把它做完整 还是比较难的 肯定就是说 再一个一个的去实现 这是硬件 另外呢 就是说 这个补着的这种 这种摄像头 对吧 在这个上头的这种 这种补着的 这个方面 它也是在不断地 再去添加 一些更多的感应的 那些东西 很长的这个产业量 这条路径很长 对对对 包括从网络设备 一直到像 虚拟人现在用到的 关学捕捉技术 这些都其实是 蛮新锐的 或者说在 我们定义它 可能就是硬科技反向 那其实 大家觉得 对圆宇宙 最直接的理解里面 就是最 最直观的 其实就是虚拟人 那您对虚拟人 这个您的看法和想法是什么 因为我们第一次 一刻知道虚拟人 大概是在18年的时候 就是美国很致命的一家公司 Digital Domain 来的时候 他们展示了 他们虚拟人的一个技术 数字人 那么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今天的数字人 他其实产现出新的不同 那包括像我们一刻自己 我们有一个 我们自己的虚拟人 我们的数字人 其实这次 也没有用动捕服的技术 而是采用了 关学捕捉最新的技术 我们感觉真的非常震撼 就是说 不管男生还是女生 大家站在这个人的背后的时候 就是这个数字人 跟他的整个动作表情 还有这个 整个是吻合的 那我们看到说 其实真的有一种 我们创造了一个生命的感觉 那业内一直对心理人 觉得它会是一个 就是IP级的打造 或者说 特别在内容产业上 我们看到它有很多新的应用 那您对心理人这个产业 或者对这个现象 您自己的观察 和对它的一些判断也好 或者说想法也好 是什么样的 虚拟人呢 是我觉得比较看好的一个 虚拟人是在元宇宙里头的一部分 也是编辑成本最低的一部分 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说这个 现在就是说 有可能下一步爆发的 首先是虚拟人 我刚刚说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就说 元宇宙里头它包括什么 我们就说现在 在这个数字空间里头 那包括了主体和客体 客体就是说 就是跟我们现实世界一样 现实世界我们人 还有那个客体 比如说周围还有动物 还有植物 然后还有环境 那动植物加别的 都是环境 所以说 那虚拟人就是主体 所以说就是说 那这个主体呢 是最重要的 但是呢 你光做这个虚拟人 这个主体呢 又是需要的数据量 是最少的 你想那个环境的数据量 可能跟你这个人的 数据量一样大 但是它并没有那么重要 首先我们做这个 而且这个虚拟人呢 它不需要太多的物理技术 就是说 有一个形象在那 它能够发生 它发生需要这个物理技术 就是这个声波 那需要这个光 把它那个屏展示出来 那这两个 这两个物理技术 几乎就是编辑成本 也是接近于零的 所以说 虚拟人 就是现在可以看到 真正商用的 这个虚拟人这块 包括这个 现在用虚拟人 直播带货啊什么的 对吧 还有虚拟人 在做那个动画的 那些东西 现在都出来了 一个加上 人工智能算法 实际上 它对动漫 都有一些改变 所以我是比较看好 虚拟人 这里头还有一个 就是说我们人 其实也是需要有时候 可能要做成一个 自己做成虚拟人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 那个 以前我们看那个VR的时候 他们做了一个 那个AR的产品 我就在想 比如说 我就说像这个女生 她是都想那个 买很多衣服 对吧 来把自己打扮 从衣服到那个头巾 到帽子 帽子啊什么的 但是你会发现说 即使你很有钱 即使你有很大的房子 你也存不下很多的衣服 那么如果做一个 自己的这个虚拟人 那你可以随意地打扮 可以打扮个上万个 自己的这个IP 对吧 然后真正到哪天 要出席一个大的活动的时候 对吧 你在提前两星期 提前一个星期下单 然后给你那个 把那个东西 给你做出来 快递过来 你穿上那个就去了 平时你就根本不用花了个钱 但是你想想哪天说 我打扮成什么样 你就在上头 就用虚拟人这个形式 就实现了 所以我觉得虚拟人 可能有可能相对于 别的家无感的这个元宇宙 可能是会先爆发的 你看丽京总 如果看台下会发现 当你谈说 女士们可以用心理人来 自己试衣服 这个所有的女士都在笑 我感觉非常认同 看起来 这个确实是一个 很大的产业 那其实心理人 当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感觉说 他还是有一些技术 可能有待进步的 就大家有一句结论 叫所有的人工智能背后 都有大量的人工 我们会发现说 现在心理人 他第一个是 就是他的成本 其实相对是非常高的 就是我听过业界 有一个说法 也是一位行业的专家 说如果有一天 心理人的成本 跟过去我们用QQ头像一样 他几乎属于无成本的时候 可能元宇宙时代 才会真的到来 那现在大家都知道说 元宇宙数字人的 这个制作成本 就是有的公司 如果说漫天报价 可以到几百万 有一些即使常态的 其实也是在 大概几十万 十几万 不等 那这个成本 对企业来说 其实它是非常大的一个投入 那么其实只是 硬件的投入都是小的 当你要去运营它 就是当我们有个心理人之后 我们发现 你得赋予它人设 你得让它有内容出来 其实这是一个 更漫长的过程 那么这里面 我们发现说 前期的技术成本就很大 第二块是运营成本很大 那么在风险的控制上 就是业界现在发现 心理人出现过几次 大家都不想看到 但是它真实发生的情况 包括很多大平台 那么当他们背后 大家都知道说 心理人其实需要背后 躲一个中置人的 就是这个心理人说什么 其实跟这个中置人 有绝大的这个关联度 那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中置人 其实是一个不够smart 或者说表达上有问题的话 那么这个心理人 其实他呈现的状态 就不是最好 那么这里面 大家会说 一个人的相貌 是不是心理人 能够把它替代到 那么业界现在发生 几次大的有争议的事件 在于说 比如说这个心理人 可能用了某个人的形象 那当这个人 跟公司发生矛盾了之后 那么这是一个争议点 第二个是 当我们规避了 形象的风险之后 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 也就是声音 因为中置人 他的声音 或者说他的思想的表达 或者语言的表达 他又是另外一块 是否从法律的角度 从其他的角度 他是受到一些保护 那么在整个运营体系里面 我们称之他为风险 那您在看到 现在产业出现的这些状况 您觉得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让这个产业 它就是既能达到蓬勃发展 然后又能够比较快速的 就是说规避这些风险 那虚拟人其实现在国内 还没有一个 完整意义上的爆款的IP 那您觉得 如果要打造一个虚拟人的爆款IP 他应该怎么样做 才是有希望的 这个首先啊 这个虚拟人这个里头 就是说可能大家的 不同的理解不一样啊 虚拟人我是觉得 可以分成两类啊 一种是说 你做一个独立的虚拟人 他可以自己那个 独立的去发声 你把给他一个内容 然后他自己去那个 去用他的形象去发声 还有一个是说 用真人驱动的 对吧 对 就是后面这个 有真人驱动的 这样的这个虚拟人 那我觉得呢 这里头涉及到一个 就是说 如果是个纯粹的这个虚拟人 那我觉得他的成本 其实 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软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成本 它是一开始做的时候 这方面可能有很大的 这个开发成本 要花一些时间 但是随着这里头的这个 它一些SQL要素 越多越多 我是认为这个成本 一定能降下来的 将来会降得非常便宜 我认为就是说 你拿个虚拟人的这个 形象 如果里头没有 很好的内容植入的话 单独的虚拟人去收费 我觉得那个东西 可能是应该 这个商业模式 可能不会是很好的 就是说可能主要的还是说 要用这个虚拟人 搭载一些内容 那么这个 这样的一个方式 意思就是讲 它的成本 现在是高的 但是后面它会很快地 要降下来 但是这种虚拟人的 真正的挑战 我认为来自于 还不是这个 还不是成本 是在于就是说 因为人 就是说我们现在 用人工智能 去驱动这个虚拟人也好 包括我们现在做的 其他的人工智能算法 它实际上还是个 重复的东西 做一些 包括我们现在做的机器人 都是它是一种特征重复 我把它叫特征重复 跟工业时代 完全重复不一样 它是个特征重复 但是它还是重复的 那么人呢 有一个最吸引别人的地方 跟虚拟人相比 就是说人它在有创造性 这个创造性 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对吧 就是真人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会砸个眼睛 什么时候会伸下胳膊 对吧 其实这个东西 他完全是下意识的 那他的表情 也是随便会变一下 那这个时候 这个其实是非常有魅力的地方 但是你真正做虚拟人的时候 你也可以加上这个要素 但是你怎么能做到说 让他显得不是重复的 那么将来就说 这种算法有没有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以我对人工智能 这种技术的理解 我觉得还没有这种算法 现在还没有 就是说人工智能算法 深度寻思也达不到 对的 也达不到 就是为什么达不到呢 最主要的 其实我们人的行为会变 就是说 好比会说 我们自己都说不清楚 你在一个小时之后 你会不会笑 对吧 所以那你怎么去做一个 用一个虚拟人去 所以虚拟人他就只能是做一些 重复性的东西 那么所以说将来我想这个虚拟人 他会成本会降下来 放很多SQ 他在里面去 用人工智能去组合 他可以显得 比原来的生硬的虚拟人要好很多 但是我认为离真人 不可能去替代真人的东西 那您觉得什么时候虚拟人的成本 能够降到就是一个普通人 比如说我想要一个 我自己的虚拟人形象 数字人 其实我只要花 甚至可能就是几百到几千 这样子已经很好的状态 您觉得会需要多长的时间 在您预测下 我认为几百到几千 其实这个应该说 不会要很长的时间 这个确实 但是我认为不是技术的问题 而是说现在这个 还是这些创业团队都没想好 要怎么去 就是说比如说你可能有这个需求了 可能他们都还没有注意到这个 就是说我怎么去做这个东西 就是说那个 因为我想的 其实我想的应该这个比较 比如说人 人的这个长相拍几张照片 对吧 然后人的这个尺寸 也就那么几个尺寸 对吧 应该很容易用人工智能来生成的 但是现在没有人去做那个 因为他做了 可能他认为他几千块钱 他都挣不着 他怎么去做 对吧 他也不知道是不是 一定有人愿意 会几千块钱去给他付费 所以说在 商业模式上没有 就是说有可能存在这个商业模式 他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说第一家没有出来的时候 那就非常难 所以说这个事 就是我觉得 在别的行业也是这样 也许某一天 可能就是说明年 可能马上就有一家公司 就出来做这个 弄了一个引擎 让人上传照片上传 那个马上就给你生成 一个虚拟人 然后在上头他还做了 很多SKU 让你随便去搭配 我们就刚才说的像 像那个东西 也可能就会有人去做这个 我并不认为那个成本会很高 只是在于产业应用 他什么时候到来这个时间 对吧 那刚才提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现在虚拟人 假设说我们用真人 去驱动他的时候 就是您觉得这些风险 从您的角度来说 再来投资着 您因为这些风险是 会对您去判断这个事情 您会有一些考量吗 真人驱动的虚拟人这块 其实我觉得商业价值 是比较大的 就是说因为就好比 就是说 就好比我们今天 就是要在这儿 做这一场分享 对吧 然后大家已经到这儿了 我就是到不了 我在另外一地方 然后我们如果在这儿 能够驱动一个虚拟人 来做这个 那大家感觉 可能还是会好一点 对吧 这个很接近嘛 在现场 这个我觉得有很大的 商业价值 但你刚才提到的说 因为背后有人来驱动 这个里头的一些试验方面 或者会不会有一些风险 我觉得这个风险会有的 但是这个风险 跟我们用数字经济之后的 其他的风险是一样的 它可追踪 因为完全就是说流痕 所以这个风险其实是不大 比较容易解决的 这个不是真正的风险 没解 就跟我插一句 就好比说 大家原来用手机 用移动银行 大家觉得那个东西 不安全 现在大家都用了 因为当时我就说 小偷 他偷这个东西 就怕在这上头说你的钱 我说那个小偷偷东西 他都是不想被抓住 但是在这个上头的 你都是流痕的 你只要是实名制的 它其实藏不了 所以说刚才你讲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你说的是这个风险 有这个风险 但这个风险是可控的 那么就是刚才的那个问题 就是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够 就或者在您的角度 就现在国内是没有一款 真正应用上的这个IP 及爆款的这个心理人 您觉得需要 具备什么样的元素 或者说我们应该做一些 什么样的运营 才能够达到这个呢 那可能过去在动漫时代 我们看到洛天一 还是一个可以的IP形象 那会不会这里面 就是取杰这家公司在内容 或者是在产业的这个运营上 有特别大的资源 才能够诞生这样的 而不是完全靠技术启动 是吗 在您看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造出了一个 很好的这个虚拟人的形象 因为他要有很大的吸引力 他必须要不断地去动 不断地有各种那个内容的呈现 那这个内容呈现 虚拟人自己是做不到的 只能是背后有一个团队 去赋予他 去那个什么 所以说这块是 这个不是说 他本身可以自身的 好 理解了 那今天我们是 分为上半场下半场 我知道很多人做很久 其实我们都很疲惫 特别我们会希望 大家有一个查歇的时间 查歇的时间 我们走过去会发现说 其实一刻一直 以这个心知心知前沿 那大家其实下载我们APP 可以得到一个随身的知故 就是有很多前沿的心知 思想 我们都会在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应用里面呈现 那我们中场休息 大概十分钟 然后请非常欢迎各位去 中场休息的时候查歇 以及看一看跟一刻 还会有什么更多的可能性 多谢多谢各位 那我们十分钟以后 我们下半场会继续探讨 元宇宙包括它的伦理 包括对我们社会文明的一些 带来的变化 多谢各位 多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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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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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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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很多平台 它其实是非去中心化的逻辑的 那么当我们要去再用一个 原宇宙去中心化的逻辑来 在这个现实世界去做的时候 这个去中心化如何实现 或者说会不会跟现实的 特别是大平台产生一些冲突 那您自己是怎么来理解 这个去中心化和未来这块 怎么来做一个融合 这个去中心化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说自从互联网出来之后 它其实就出现了一个去中心化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 我把它叫互联网民主 那原宇宙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是沿着这个方向在走的 但是在这个当中呢 其实它同时也是在集中的 就是在数字经济出来之后 这个集中的速度也比以前快 然后分散的速度也比以前快 就是说它恰恰是通过了分散 然后达到了集中 就是说那个去中心化 就是我们首先在 我们说在元宇宙之前的这个情况 就是说大家这个 我们叫共享嘛 就是信息的共享 信息共享是怎么实现的 就是说通过去中心化 就是原来的话 可能只能是专业人员 在上台分享信息 对吧 然后有一定水平的人 在上台去学习 那么互联网出来之后 就是说谁都可以去分享信息 然后互联网可以抓去 跟你分享出去 然后谁都可以上去 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 那恰恰这样呢又会这样 这样呢又营造出了非常大的平台 那你虽然是都是在那个 每个人都在分享 每个人在获取 但是你可能往往进到一个大的平台 所以说它这两个是一个对立统一的关系 那我认为呢 未来在元宇宙的情况下 也应该是如此 元宇宙这个里头呢 就是说可能大家觉得 对于去中心化这块 可能会有更高的要求 就是说因为到底头都是一些虚拟的这个 这个身份呢大家就是说可能会不会 就前头你提到的一些风险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里头可能会用到更多区块链的这种 这种技术啊 来做到就是说不可伪造嘛 然后能够 你就不要被那个个别的某一个那个中心所操纵啊 做到就是说 我出去的东西可能在这里头就得到很多人的背书 那么在这里头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啊 虽然它是个数字产品 但是它能够给到一个真实存在的感觉 所以我认为它这个去中心化 其实不完全是个去中心化 就是永远是去中心化和那个中心化 这两个趋势都存在的 到了一个极端 就另外一个极端也会特别突出 不断地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前再走 那您从您的逻辑来说 也就是说去中心化的终极其实是集中 集中的终极其实反而是去中心化 是的 对 这可能是一个哲学上的一个辩论 那其实我们之前跟就是在数字化方向比较 有一些创建 也是我们的一个讲者 就是原来微软这个加速器的CEO 谭林老师有谈过 那谭林老师其实有一个观点 我不晓得您是否赞同 他觉得说原影咒 现在的大平台其实会越来越强势 甚至把一些创新的机会 就是说可能会让一些中小企业 创新的机会会变少一些 那么他认为说原影咒的出现 可能会让新的商业机会或者新的传业公司 能够产生未来的超级平台或者是超级的独教授 您对他这个观点是怎么看的 他这个观念有一定的道理 我觉得就是说在不同的技术的时代 都会产生一些巨头 你比如说在我们就还说从数字时代之前 也有这方面的体现 我们从数字时代来看 最开始是软硬件都在一起 服务加在一起 就是一个IBM一家独大 占到90%多的市场份额 后来到了把软件分开了之后 也出现了还是出现了巨头 这个出现了微软 那么到了互联网之后 其实分的更多了 这生态里头我们会发现更多更多的公司 更多更多人上去 那结果还是出现了巨头 而且巨头更大了 对吧 那这个到后来我们到了有短视频 有直播之后 还是又出现了巨头 那么在元宇宙时代会不会这样 也一定是的 我们是会觉得就是说 所以这个会出现高度的集中 高度的垄断 但是索性的是呢 不断地会有新的技术出来 然后新的技术出来会让那个 又有新的公司来颠覆原来的这个公司 就是就好比我们前几天看到说 比如电商的巨头出来之后 我们没想到最后半路会杀出一个拼多多 能够挤进去 因为他用了人工智能推荐这方面的这些 然后这样的这个技术 他就成了一个很快成了一个巨头 这个我想是在之前的这个 这个电商公司是没想到的 那么那个像今日头条 那创业也比较晚 对吧 他也用了人工智能的技术 那么对吧 从这个推荐新闻开始到了 也现在也成了一个巨头 那么现在也有这个 比如说快手啊这些对吧 他纯粹做直播的也起来了 那元宇宙时代我们会觉得说 元宇宙就是个工具 就是说你相当于 我们就想啊 比喻成那个武器的话 如果说这个计算机是个步枪 那么我们可以说 那个互联网是个冲锋枪 那这个移动互联网可能就是个机枪 对吧 然后你再到掌握人工智能 可能是大炮 那你这个元宇宙有可能是火箭 那就是说你不断地掌握了新的技术 你是有可能做成一个大公司的 但是这个里头呢 这里头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 就是说不断地有新的公司出来成为巨头 而且对原来的那个产业模式是个颠覆 另外呢行业也需要重新定义 但是会不断地有颠覆出现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太担心 另外的话呢 到必要的时候也会有监管 那现在经济的整个周期 其实是有点下行 好像就是经济形态会发现 我们的增长速度比前几年有所下降和渐缓 那其实春瞻水哪压先知 就是投资行业是最敏感的 但如果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投资在最上游支撑产业的时候 会不会原宇宙在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 它的发展速度会有所减缓呢 您的研判是什么 不会 越是经济越萧条 大家越要寻找新的出路 那新的出路一定是新的这个技术 带来的新的产业形态 因为过去两百多年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比如说蒸汽机之后 有了这个内燃机就带来一轮发展 后来新的量纲技术带来一轮发展 那个石油出来又是这个 所以是不断地在计算机出来又有一个新的这个发展 这个未来也是会如此 这一点我是充满信心 所以说经济萧条 经济好的时候会有更多资源可用 经济萧条的时候 大家会有更多的变化的欲望 那我们今天可能会就是最后几个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关于就是我们会谈一谈 在商业或在其他之外 我们来谈谈元宇宙的一个伦理 或者对我们社会文明的一个冲击 那我们都知道说其实 元宇宙它一直强调的是第三空间 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第一空间 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家庭 或者我们自己的这个居所 那么第二空间可能更多的是指我们的工作环境 第三空间可能是你自己的游戏场景啊 或者说你咖啡厅啊图书馆啊 就是它区别于前两大空间 那么这第三个空间当它诞生 甚至产生一个叫平行宇宙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发现它带来了很多 社会文明的挑战和伦理的挑战 那么还有很多就是产生一些迷思 就是假设从佛教的角度来说 大家说一定要破除一些幻想 但是我们在元宇宙世界师傅 我们在不断地制造这个幻想啊 就是在这个平行空间 您怎么来想象呢 或者说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发现每一个迭代的 就是有时代意义的产品 它一定会对我们的文明是有推动 那么也会对旧有的文明有一些冲击 在这一块甚至对伦理上 它都会有一个就是不同的挑战 比如说它在平行空间 可能它展现的是跟它现实空间里面 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那我曾经在一个空间 就是元宇宙的适用场景里看到 就是其实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文质彬彬的 这个一位男士 平常我认为他非常有绅士风度 但是那天他去体验元宇宙的时候 我发现他可以在里面搞破坏啊 然后甚至就是说 他看到有一个人坐在那里没事的时候 因为他是一个游客身份 他甚至踢了人家一脚 我们感觉很震惊啊 就是在这种心理空间里面 其实我们发现它产生了很多 跟过去的社会文明有一些不同 或者说有一些冲突的地方 这个我们很想听到 力行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和见解 这个伦理问题我觉得就是说 关键人类有没有一个固定的伦理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人其实人类在不断的发展当中 会不同的阶段会形成不同的这个伦理的这个认识 那么呢这个伦理呢我们有的时候认为它就是最合理的 因为大家习惯了伦理会形成我们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 那我们会形成我们的习惯 那这个习惯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就认为这样的伦理它是合理的 因为这里是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 但是我们会发现人类呢一直就是在变化 就是说从开始从树上下来 这个然后到进入这个采集农业社会 再到工业社会 到后面就是说一直是就是这个人类的社会的组织形态 在发生变化 那么相应的伦理也在变化 相应的价值观也在变化 那么这个里头的冲突就在于就是说 有了新的技术形式 然后有了新的这个形态出现之后 那多数的人没有进到这个形态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理解不了新的这个形态 那就会出现这个伦理的这个冲突 大家这个 这个我觉得我认为只存在可能伦理的一些冲突会有的 但是这个伦理问题本身我觉得是个伪命题 就是说因为人在不同的发展 其实伦理的变化一直是这里头有一条主线 就我们人之所以变成人 这跟动物不一样 我就觉得说动物它是 最早我们人几百万年也是跟动物是一样的 我们处在自然满足的环境里头 然后就没有突破 但是最后人就从那个里头出来了 我们开始劳动了 对吧 突破了这个 那我们就 人为什么呢 这个就人有追求自由的能力 所以我们有一条主线 人自从树上下来 我们一直在追求自由 在追求自由的过程当中 我们形成了这个士族 士族社会 那个时候可能不讲家庭 在士族社会 对吧 士族里头又分这个母系 父系 对吧 那不同的方式 我们现在来看好像讲起来都是合理的 后来又形成家庭 对吧 都是合理的 但是你会发现在农业社会的家庭 都是大家庭 对吧 叫四式同堂 五式同堂 对吧 一家二三十口人 在围着一个小院里头 对吧 然后大家也没有隐私 对吧 然后后来到了工业社会 都变成小家庭了 为什么工业社会变成小家庭呢 工业社会你进到城市 对吧 人跟着 人变成劳动力了 其实变成一种商品 人跟着这个工厂走 跟着你的工作走 那最后都是小家庭 甚至有的在小家庭里头 还不见得能完全 在一段时间可能还要分离 那么这个一开始 也是一个冲击啊 接受不了的 对吧 大家庭的那个齐罗融这种伦理 和那个小家庭的这个 那也是一个颠覆 那再到 到未来到了数字时代 对吧 大家可以在那个 互联网可以在网上去交友了 大家觉得这个东西 对吧 可能一开始觉得这个 网友对吧 首先是个贬义词 对吧 那后来慢慢地好像觉得说 网友有一部分是不好的 有的好像也可以嘛 对吧 那后来像这个网 在网上这个直播 网红 网红这个词出来 它首先就是个贬义词 就觉得说 本来我们又好好的主持人 对吧 这个挺好 你网上说一说 你就红了 对吧 这个好像就是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叫意见领袖 这些都涉及到这个伦理的 这个不断地在变化 对吧 大家就是 现在就 你看大家就说 网络主播了 对吧 他就是 你会发现他的名词在变 就是我们对伦理的这种认识在变 那么呢 到这个 刚才讲的在这个 元宇宙上头 显然是比前头 可以实现更多的自由 比如说他在 他生气 对吧 他在元宇宙里头 踢人家一脚 那远比他在 元宇宙之外去 踢人家一脚 要好很多 对吧 这个实现了 他的那一刻的 心里的这个自由 对吧 也舒缓了他一下 就是说这个是 这个其实是个好事 那么就说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元宇宙这个里头 新的伦理 其实可能也是说 在人们追求 自由的过程当中形成的 我不太担心这个东西 那最后有两个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 是我们的一个粉丝题 他是一位妈妈 那么他觉得说 作为一个家长 这个时代家长也有一个困惑 就是出现的新名词特别多 就是作为一个家长 其实当我们要用一个通俗的 甚至我们理解的 精确地跟我们的孩子 去表达一些新生事物的时候 其实很多家长 会面临一些小小的困惑吧 那这位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如何跟一个年幼的孩子 去介绍元宇宙 请问立新总有什么 这个示范或者好的方式 我觉得给孩子去讲元宇宙 我觉得不用去讲 因为元宇宙是描述不出来的 就直接让他体验就好了 这个他体验了 他知道元宇宙是个什么东西 我觉得就好了 元宇宙不需要讲 需要体验 那元宇宙怎么样体验 你给这位家长有什么建议呢 就是我给这家长的建议 就是说有AR有VR 有这些出来的 那个有的应该带小孩去玩 不要觉得说这个东西 是怕他上瘾了 怎么就跟过去说 游戏不要让小孩玩 你最后发现说 很多科技行业 现在搞新的世界 那都是游戏的一些 那个编程师 那是非常高级 而且现在我们可以说 到了这个时代 假定说 现在的孩子 坐在一桌上头 如果说八个人 八个孩子 七个孩子玩过游戏 有一个没玩过 那你想想 那是很 如果小时候管得很严 他都没有玩过 那他是很悲催的 在上那边 跟人家没法交流 对吧 甚至我们觉得说 现在这个世界 可能都是需要说 如果世界的 这些各国的人 坐到一起 我们先不讨论 别的方面的分歧 我们先说 玩什么游戏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可能很多分歧就解决了 所以说 对那个小孩子的培养 这个里头就说到一个 刚才我们也提到 网红的问题 就是说过去两千年 我们讲的叫 甚至在封建社会 叫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对吧 有这个说法 合不合理 肯定有这个说法 那那个时候 他这种说法 怎么出来的呢 是因为 那个时候只有读书 只有文字 能够传得远 一封信 可以传得远 但你说你会表演 你会说的东西 你会唱 那你能够传出去吗 传不出去 所以没有影响力 所以就是说 他并不是说文字 是个高大上的东西 那个是文字 它的影响力比较大 那么后来 我们有了电影 有了电视 在有了这个网络之后 那你想想 就是说 他大家都没想到 最后一个网络主播 他可以带货 可以带那么 那么大的商业价值 所以我们原来 有开玩笑 我说这个 这个未来的孩子 你可能不是说 把他培养成 光是那个 能说会 会读 会写 会算 那不能光是这样 还有可能 更多的要会说 而且说的时候 可能还要那个 能够一扬顿挫 对吧 能够把这个事情 那个能够说得清楚 还要影响到别人 能够影响到别人嘛 就所以说 你的培养要全面的 就是说更 让家长去 全面地培养孩子 就孩子当然要 要去学读写算 然后你还要让他 会说也会要表演 对吧 也会要有体育 这个要全面 这就真正实现 这个就是 全面地培养 因为以前的话 你全面培养 可能没什么用 对吧 你说培养的那个 最后能够产生影响的是 他在这儿写了两页纸 那现在不是了 现在就是说 所以我们就是说 那个说网红 可能大家理解不了了 你为了孩子 你是不是应该把他 培养成意见领袖啊 对不对 那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有影响力 那怎么才能有影响力的 光是认识文字 恐怕是不够的 所以这个就是 原语者的这个事情 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一定要让孩子 接触到最新的技术 他才知道 他未来应该干什么 也就是说 其实读万里路 读万卷书 还要行万里路 就是立心总观点是这样 那这边我们最后 有一个问题提完之后 我们会把提问 交给我们现场的观众 看有没有什么 好玩的问题 可以跟立心总探讨 那我们线上有一位用妇说 立心总真的非常博学 就是那么 原宇宙其实这个领域 大家也需要去认知它 学习它 假设说让您给 我们的这个受众啊 来推荐 几本就是 让我们能认知 原宇宙 认知数字世界 认知明日世界 未来的书 您会跟大家分享 有什么样好玩的书 或者是电影 或者您觉得有价值的 就是大家可以去学习 或者说理解的 这个产品也好 或者图书 它那里是什么形态 听听您的想法 我在这儿就不给大家 分享这个书了 我可能提出一个 让大家去思考的问题 我认为就是说 现在如果我们获取知识 重点还是主曲道是靠书的话 那我们可能有点像说 在二十年前 我们主曲道是去读主简一样 就是说我们还希望去读主简 我觉得现在是要读屏 就是说 如果是说手机屏比较商业 你可以用Pad 对吧 可以用墨迹的这种屏 那我觉得就是说 要更多的知识要靠去搜索 那搜索 我就想获取的知识 就是说你 现在的知识是很多 书也很多 包括涉及元宇宙的书也很多 那来本书最好 我不知道 就要适合自己 你那个时刻 你想了解元宇宙里头的哪个东西 有这个兴趣点 那你就去 先不是去找书 我建议先去搜一下 可能在百度百科 或者那个Google上面 去了解一下 你要关心的问题 然后还不懂 对吧 浏览了很多 包括里头可能有 有分享的博客 什么这些还不懂 那可能可以上知网啊 什么这些里头 有相关的论文 然后再看了 还觉得有问题 那这时候可以到微信读书啊 可以到这些上头去 去找一些那个 去搜你的关键词 它会有相应的书 那你去读 而且现在呢 到了上头去读书 我也不建议说 你看了一本书 这个好 我就把它 那个就读完 这个非常耗时间 最好是说 这本书上头 是不是你 跟你相关的章节 你把它读了就好了 其他不相关的 你可以先放在一边 应该继续去 关注你的工作 关注你的那个 然后去解决 你自己的兴趣的问题 这样的话 我觉得效率要高很多 所以就是 这就是我给大家建议的一个 尤其对现在新的知识 新的产业的学习方法 因为记录在书上的知识 很多都已经落后 至少五年了 光这个书出版 都有一个周期 改错别照 可能要花一些时间 我觉得这个 网络上都有 就是书上有的 网络上都有 我记得以前 有一个数学家说过 说那个 他问他说 从教授那儿 学到什么东西 他说我从教授那儿 没学到什么东西 说教授讲的书上都有 那现在我可以说 书上有的 网络上都有 那看来 李星总给大家 介绍了一条 新的学习之路 也就是说 未来的知识 可能更多是 既差既用型的 我们可以通过 搜索的方式 获取更快捷的 知识信息 那今天我们其实 就是对话 就是我们会提问 暂时到这儿 我们不知道 现场有没有用复 我们看到 中途休息的时候 很多 会有很多踊跃的提问 那现在如果 我们开始开放提问的话 我们不知道哪一位 我们的朋友们 有问题 想跟李星总有对谈的 多谢 谢谢 你好老师 我想问 区块链是 元宇宙的必要条件吗 不是必要条件 区块链就是 就是这个 元宇宙里头 需要很多技术 你就是永远没有说最完备的 但是区块链 它解决的问题 主要就是说 是分布式的存储 就是刚才说的 不可篡改 不可伪造 解决这个问题 它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所以说 有的东西 有的你不需要这样 你比如说 你做一个课件的内容 它不需要去 那你就不需要 区块链的这个技术 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虚拟地产这个领域 您是怎么看的 因为在国内就吸壤 像在国外sandbox 对对对 虚拟地产 虚拟地产是吧 sandbox呢 我没太去玩过它 所以说你这个 对对对 就是那个 所以你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比较具体 我确实没有玩过那个东西 所以我不太好回答 你说的虚拟地产 是把它做成游戏的形式 的一个虚拟地产 是吗 我插句 你说的虚拟地产 是不是说 我自己买不起大房子 但是我有一个 元宇宙的这个大房子 是吧 是这个概念吗 这个下面 下面的比较广 对 那这个的话呢 如果是这个概念的话 我认为是 这个是有前途的 就是一样的嘛 我们刚才讲的 说衣服 你买的 你买三万套衣服 你没地方割 对吧 一样的 你如果 你有钱买一百套房子 你有办法住吗 你也没办法住 对吧 但是你可能也希望说 我今天晚上回去 我就是坐在这的时候 我不想 我烦了 我今天这个家里 这个客厅这儿 我想坐在这儿 沉思的时候 我希望是坐在 另外一个客厅里头 那你是不是可以 做一个虚拟的房子呢 对吧 这个 这个是可以的 就是说 你在这会儿 你在现实世界当中 你不想 你达不到的这个环境 然后你在 在这儿我不想挪地 我就可以到这个环境 我认为这个 这个虚拟地产是有的 将来可能 这个要卖钱的 将来可能 可能有钱人 跟没钱的差别 不是说现实的房子 是多少 就是说可能有的人说 我有个虚拟的这个房子 是我完全按照 我自己的设想 来搞的一个城堡 对吧 你好王老师 那个 今天受益匪浅 这是我参加第二次 关于元宇宙的那个 类似的这个 这个话题讨论 上一次是 更专注在 元宇宙教育这一块 那个是有一个人 写一本书 然后好像说是 元宇宙教育的 第一本书 在国内的 然后呢 其实我的问题是说 就至少说 刚刚您提到的 跟针对消费者 这一块的市场 对吧 其实说白 就是满足人的欲望 就可能是 解决空间上的问题 或者说 满足人的幻想 然后呢 所以我想知道就是 其实那也就说 至少是在 2C的市场上 其实我们还是 就元宇宙这个落地的时候 可能还是会跟文化疾病相关的 所以目前您看到的 就是目前元宇宙在西方的 目前的发展和国内的发展 您看到哪些差异吗 我现在没有看到什么差异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连得太紧了 就基本上 哪儿出来一个新的东西 就另外一个地方 现在也不光是说 我们学习西方 也就是他们也在学我们 对吧 都是在那个 只要你在网络上 也出来 大家都在学 所以看不到 有很明显的这个差别 没有 现在没有一个特例独行的东西 其实遇到的问题 大家都是共同遇到的问题 我没有看到什么 在这方面 因为区域的划分 有特殊的 因为元宇宙它恰恰 就因为它是个数字产品 好吧 就如果你们觉得 在这方面有什么 这问题 我可以再回应 老师好 我问个相对具体的问题吧 因为我们一直以 这个文旅地产投资为主 这两年呢也在转型 我们参与了一个 您刚才讲的那个 跟服装有关的一个 小项目 您刚才讲到的 有一个元宇宙跟服装结合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点 我们现在这个平台呢 一端呢 是大概一千多家 品牌服装 就是高端的 上可以到RV 爱马仕这种 然后呢 低端就更多了 然后C端呢 就是很多消费过的 或者说 有这种消费能力的消费者 我们是从穿搭来切入的 像您说的电子衣橱 这个功能已经有了 还通过人工智能 分析它的穿搭喜好 给它自动去推荐 同时我们也会 想加入一些社交的成分 但是目前还不太充分 也就是我们现在瓶颈在于 C端怎么能够迅速地 把它扩大 让这个人群 能够快速地玩起来 我们就挺想用元宇宙这个方式的 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具体的建议 恐怕我不是很擅长 但是我想就说 这个穿搭的这块 我是觉得就是 肯定是要紧跟这个元宇宙的 要观察 因为它这里头的一些技术 你也不要想说一下 用很多很多的技术来 因为衣服卖得很便宜 你用了很那个 把这个这些什么 各种它的物理工具都用上 那你不值当 对吧 你拿去这个成本太高了 那个 但是元宇宙就本身的 数字的这块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首先就是 这个编辑成本接近于零的 这个东西 我觉得可以用上 那就跟你的那个 那个销售服装来结合 是可以的 你比如说 如果用一种什么的方式 那你可以获取客户的 它的这个三维 方方面面的 这个比例的信息 对吧 那你直接就可以 给它生成一个模型 给它搭成一个 然后它看到说 你穿的大概就这感觉 虽然可能 有的是处于隐私 它的头像不在那个里头 但是其实 你也可以模拟出一个 那你可以找一个 比较帅哥 帅姐 对吧 来替代它的那个 在上头 它肯定也很高兴的 这个就是 它一看 那我穿上这个衣服 是这样的 哪怕这个东西做的 并不是说 那么特别的气候 我认为这个东西 可能也能够提升你的 这是我想到的一个 就比较简便的 但是这个东西 要一点一点去做 需要一点一点来 没有一个跳跃 设教是个抽象的话题 就是说你要设教怎么 我感觉就是沐阳老师 作为投资人 真是操碎了心 就是我感觉这个问题 如果来自川市人 都会提我 非常理解 投资人来提 我感觉非常感动 就是我觉得 具体的问题 可能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可能会再找时间 大家因为也都 加入到我们 一课的这个群里 后续我们其实 每周都会常态化的 有沙龙啊 10月份可能我们 以线上的形式开始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我们带来一些前沿的信息 或者前沿的一些创建 能够启发大家 对自己各自所在 领域的一些思考 然后让我们迎来 更好的一个未来 多谢今天大家 来参与课头活动 多谢多谢 感谢大家